接下来要怎么样把它放过来?非常简单 第一个就是你们可以开一个新的网页 或者你可以在Default上面 点两下之后的话 首先请各位加一个什么?加一个Label就可以了 其实要让它显示最简单就是Label 那你就直接把这个Label拖拉过来 拖拉过之后的话 其实你只要改一个属性 各位可以看一下 特别注意你要改几个属性 第一个就是Label里面的Test 比如说你今天要让它显示某一个 这个影片的话你就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就在Test属性里面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的话 你按Enter 它就套用上去了 接下来你要做几件事情 确认一下说你的 影片大小 比如说640x480 好像踏了一点 缩小一点好了 大概这样好了 480x360 重新再来一次 稍微小一点好了 480x360 然后这个地方Test属性的再把它重贴一下 按Enter 缩小一点点好了 那接下来请你把height属性 跟height属性也把它跟着更改 这边的话呢 属性它是480x360 不过height属性我印象中 因为它底下有一个播放 一个播放的那个播放列 恐怕给它多一点点 否则的话呢 底下会 这个高度的话会不够 所以我这边的话呢 改两个属性 就是 总共三个属性 一个Test 然后一个height 然后一个是 Y 这个YS跟height 这三个属性把它更改之后的话 这样子的话就完成 完成之后你把它save 请你把它播放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你如果播放出来之后 应该理论上它一载入之后 他就会把你刚刚的影片 直接就把它 这个放到 这个我们的 浏览器里面 OK 那这样的话 至少就可以完成 第一个就是你的YouTube 已经在你的网页里面 不过前提特别注意就是你的浏览器 一定要装Flash 一定要装Flash 否则有些时候会没办法播放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等它一下 就出来了 那就可以播放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要如何可以在上面做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部分的话那你可以加 你要选择 不过这个清单第一步我们做的是 所谓的静态的 还不是动态 因为静态就是固定在那里就是这些影片而已 你不能再去改 你要改的话你要手动在把网页的 设计 重新设计过才可以 那等一下待会我们再把它做成资料库 我们渐进式来做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说我 加入到这个里面之后 上方请各位 在这个label上面再按个enter 把它换行之后再加一个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show down list 这个我想前面有用过了 应该各位也不陌生 请你把它拖拉到这里来 拖拉到这里来之后做什么事呢 请各位 第一个 进来之后呢 这边不是有个小箭头吗 第一个一定要什么呢 启用这个 Auto Pauseback 这个AutoPauseback 主要的用途是说 你不需 就是直接就是你选了之后 它就自动会帮你 重载一次网页的意思 那重载一次网页呢 它就自动再去 针对你新的清单 去取得你要播放的影片 如果没有打勾的话 通常旁边还要再加一个按钮 那个按钮就按下去之后 它要去重整一下 那通常我们直接就打勾 比较简单 选了之后底下就变更 第二个是说影片要做哪些呢 第二个 请各位去查一下 就是说 你自己去找大概五个影片左右了 那五个影片里面的话呢 要做哪些事情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 就是在Test里面呢 请各位怎么样呢 把这个影片的名称放上去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把 这一个 Value里面呢 请你不要放全部 因为全部 当然你也想说 老师那我干脆把那个 迁入里面的里面全部放在 不用为什么 因为其实各位可以观察一下 每一个影片 有没有 比如说这个影片 跟下个影片 的迁入地方 哪里是一样的 比如说换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然后也是一样做那个 分享 迁入 那其实你可以把这两个 把它做一个比较 你会发现呢 其实 它就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而已 像这一个 跟这一个 我把它放在那个 这个记事本里面 然后把它打开来 打开之后各位可以比较一下 哪里不一样 这上面都一样 对不对 到这里 有没有 这个 跟这个 那实际上 你将来呢 需要做是怎么样呢 把 这一边的 这个就放在value里面 然后呢 等到它 去 去change 有没有 select 有个change的事件之后呢 那你就再去怎么样呢 去更改 这一个字串 前后的字串是固定的嘛 然后在中间串一个这个当成变数 它就可以自动去载入新的影片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就是说请各位第一个在找影片之后 然后在你的那个 这个 网站里面呢 放个label label里面的 部分呢 更改两个三个属性 分别是test white 跟hite 然后呢 在上方的再加一个jordownlist jordownlist里面的请各位 在编辑项目里面的分别加入 我这边有六个 看各位大概增加五个六个都没关系 然后呢 你就直接给个名称 一个value 那value部分的话呢 记得就是只有一小段 这个地方的差别 这个地方 你就把这一段 复制贴过去就可以了 一段一段 OK呢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咱们